记者陈燕廷屏东报道,屏东县东港镇位全县第二大镇,但镇内县型行政区的编制落差太大,镇名代表会一决要求镇公所检讨编制,日前结果出炉,礼数虽还维持22里,但整并及分拆各有两起,其中对东港格据意义就是古地名东京及邮这次调整正名重启, 届时新的东港镇行政中心就渴望坐落在东京里,内政部推动行政区惊险,东港镇的大鹏里去年6月并入临近三里,而调整脚步没停,用11049人的新东里及6671人的船头里比平东县内不少色的人口都多,堪称里掌管得人比乡涨多,低人口破万虽在市区不算罕见, 但在非市区就相当少见,且实质上对地方自治及行政资源和政策推展都有较多不利, 两里事务在人口极多下更是格外庞杂,各项大小业务相加使两里里长的业务相形繁重, 地方也不断涌出调整声浪不断,东港于清岭时间源至新园沿浦村以东一带, 但因东港西山洪和海浪屡次齐庄,居民被迫东迁至今东港西东岸, 文人学士也雅称东港为东京,不过极具特色且文雅的地名未成为任何行政区域名, 相当可惜,可是雅号永流传,随助口耳相传世代传承, 东港人难忘东京这个老地名东京一词随调整暗处炉露出曙光, 原来船头里将分拆为船头及东京里, 东京里坐落于台17线接沿海路往南至西方, 北面至西南面则顺东港第一大排局现行, 南界则是大鹏湾环湾道路接后辽西尾端一线, 其中包括未来预设的新行政中心, 东京里人口初步预估有3668人调整按本周送入震待会审查, 若通过,东京一词渴望在东港镇新藏地带再现。